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今天依旧在卢孤湖一带游走 首先来到卢孤湖湖畔附近的摩缩人博物馆 有馆内身为摩缩人的女解说员为我们解说 这博物馆是中国唯一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的民俗博物馆 我们在广场看到了摩缩人的居住造型 即为了走婚习俗而设立的花楼窗台 也进到屋内窥建了祖母屋 金堂 文物馆 图片资料 以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大小型展馆 其中最令大家会心一笑的是那神刊上供奉的 既非神明 也非祖先 而是毛泽东的白色雕像 我们可以看到五万人 像是画风给了两个身段 有部分的摩缩人的 这在里面 有部分的摩缩人 这在里面 我们呢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自然之间 我们自然之间的设计 就是新闻的一个手机 好了 新闻的就是个拉丽 是不是就是卡铁的 那么就是个小铁的 就是这样的 离开了博物馆后 我们走在石板路 沿着巷弄走到卢孤湖湖畔 24位团员及领队小贩 导游纳追 分成三艘摩梭人的独木舟 此众独木舟是摩梭人传统的交通工具 也是卢孤湖湖上三角之一 你肯定想问我何谓湖上三角吧 查了一下 这湖上三角竟然和我们台湾有着渊源 原来前台湾博物馆副院长李林灿先生 在1942年考察卢孤湖 看见优美的湖光山色时 发出了湖上三角的颂赞 分别是湖上之舟 舟上之人与湖上之歌 今天未能听到歌声 却也在湖上之舟 舟上之人二角下 悠哉地登上礼物彼岛 礼物彼岛是湖中五个全岛中面 积最大 植被最好的一个 岛上的寺庙属于皇教喇嘛寺院 始建于公元1634年 1989年在罗桑易士活佛的倡导下 由县旅游局重建 成为当地人的信仰中心 礼物彼岛与谢瓦罗岛 礼格岛并称卢孤湖三岛 全岛被七彩经番环绕 经番上有经文 山腰处西岸有三个排列的佛塔 很是壮观 离开卢孤湖后 我们直接返回丽江 参观中国为二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 树河古镇 古镇之美自不在画下 但我们在古城内 有着重要的行程 要每个团员执行 那就是手骨体验 看看大家是多么陶醉 沉浸其中啊 手机翻开 手机翻开 对也是你开心 当开 右座 当开 好准备 大人赞 淡淡几个酒 我不醉不怕臭 彈出来 我的美人 那喜爱火流 来呀来喝酒 我不醉不怕臭 快把淡几个酒 喝口 鼓鼓鼓鼓と Hey Hey 夹来 AB 是 真的 不 对 词 估讯 树河谷镇原名龙泉村,位于丽江谷城,也是当年茶马谷道上的重要驿站, 早在明代就已经是滇西北的重要急镇,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此交易,也是那西族人的发源地,树河中心的集市广场与丽江四方街非常类似,都是青石铺设的街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他信到他没有买了 就是来买了 然后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